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起草了一份大胆的住房蓝图 加拿大其他地区应该复制它 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次投资者一生一次的机会 九种容易找到的葡萄酒 能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西洋风暴过后 约有五万五千人仍然没有电力 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 阿布拉莫为奇对欧盟制裁的法律挑战失败了 请大家收看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起草了一份大胆的住房蓝图 加拿大其他地区应该复制它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实施住房改革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 以解决该国的住房短缺问题 在新民主党NDP的领导下 政府出台了立法 放宽了分区规则 允许在单个住宅地块上建造多套房屋 并增加交通枢纽附近的密度 新民主党的行动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建造至少二十一万六千套新房 与往常相比 价格将降低约百分之九 这些改革被奉为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典范 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次投资者一生一次的机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枫叶银行分析师梅尼 格劳曼警告不要追逐银行股 并认为市场预期过快地转向软着陆的情景 他认为未来几年对加拿大银行极其肉来说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 RB Advisor认为 由于七大科技股和加密货币的极度投机 2023年将被计为投机的一年 而2024年将为愿意接受多元化的投资者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尔 瓜地埃里报告称 加拿大国内信贷增长放缓 九种容易找到的葡萄酒 能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本文的作者提供了一个九种价格实惠 且广泛可得的葡萄酒清单 推荐用于临时的节日招待或冬季享用 这个清单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葡萄酒 包括美国、智利、阿根廷、西班牙 意大利、南非等 这些葡萄酒以其口味特点和特征进行描述 如果味、辣味、新鲜和浓郁 作者强调 这些葡萄酒不仅令人愉悦 而且价格实惠 易于找到 这在市场上众多葡萄酒的选择中可能是一个挑战 清单上的葡萄酒价格从9.95美元到18.75美元不等 并且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和州都有销售 总的来说 这个清单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葡萄酒 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口味 大西洋风暴过后 约有5万5千人仍然没有电力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场风暴导致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和新斯科社省有5万5千人断电 电力公司警告称 恢复供电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除了停电 这场风暴还带来了大雨和大雪 预计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可达120毫米 积雪量可达50厘米 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 阿布拉莫维奇对欧盟制裁的法律挑战失败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 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 阿布拉莫维奇未能成功挑战欧盟对他实施的制裁 这些制裁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 布鲁塞尔的欧盟法院驳回了阿布拉莫维奇的挑战 并驳回了他索赔的要求 法院表示 欧盟理事会在将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字列入制裁名单时没有错误 原因是他在俄罗斯钢铁公司Evres的角色 阿布拉莫维奇是以色列公民 曾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前任所有者 他对这一裁决表示失望 并辩称自己无法影响俄罗斯政府或从乌克兰战争中获益 中国地震幸存者在临时避难所中忍受严寒天气 同时悼念事者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地震的幸存者正在为死者哀悼 并在临时避难所中忍受寒冷 甘肃省有一万五千座房屋倒塌 八万七千人已经重新安置 许多人在温度骤降至冰点以下的情况下在避难所过夜 在青海省搜救人员正在寻找13名失踪者 这个地区的两个村庄被山体滑坡淹没 该省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 这次地震发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地区 该地区居住着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群体 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中国九年来最高的 日本JFE钢铁公司考虑在新日铁交易后可能在美国扩张 加拿大环球邮报 日本第二大钢铁制造商JFE钢铁公司总裁北野一九 Yoshi Hisakitano表示 该公司正在考虑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 此前 日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新日铁 以149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钢铁公司 Kitano表示 由于需求的预期增长 特别是汽车行业的需求增长 美国钢铁市场具有吸引力 他补充说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市场的某些领域 钢铁制造商可以产生可观的收益 然而 北野五指出 目前没有在美国投资的具体计划 乌克兰表示 击退了俄罗斯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 加拿大环球邮报 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 俄罗斯本月发动了第五次空袭 目标是基辅 据报道 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在乌克兰各个地区发射的19架攻击无人机中的18架 包括基辅 包括基辅 敖德萨和赫尔松 目前尚不清楚 有多少无人机在基辅上空被摧毁 乌克兰空军还报告说 俄罗斯用两枚地对空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 在对赫尔松市的另一次无人机袭击中 包括四名儿童在内的九人受伤 俄罗斯尚未对袭击事件发表评论 这些袭击是俄罗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 对乌克兰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英国11月通胀暴跌 提振了对英国央行明年初降息的压注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英国11月通胀率降至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促使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将在2023年上半年降息 消费者价格年增长率降至3.9% 为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便宜 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通胀读数低于分析室的预期 投资者现在完全预计英国央行将在2024年5月之前降息 并认为到3月降息的可能性接近50% 英镑对美元下跌 英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也下跌 联邦快递股价在季度利润未达预期 年度收入预测下调后跳水 加拿大环球邮报 联邦快递FedEx Corp股价在交易中下跌了10%以上 此前该公司宣布已低于季度利润预期 并下调了本财年的收入预测 分析师表示 动荡的宏观经济状况和美国邮政服务 USPS的需求下降 对联邦快递最大的快递业务造成了打击 由于USPS将更多包裹从利润率更高的航空服务 转移到更经济的地面服务 该公司亏损 联邦快递表示 它正在寻求续签邮局合同 以提高业务的盈利能力 如果美联储转向政策 预计2024年美元将面临风险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彭博社报道 美元在2024年可能继续走弱 但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可能会限制该货币的下跌 美联储今年对利率采取更加鸽派的立场 使得美元的走势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但该央行最近决定 降息可能会加速美元的下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为1.5% 而欧元区和中国的增长率分别为1.2%和4.2% 不要自欺欺人 特朗普独裁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的言辞变得越来越糟糕 并升级为暴力和堕落 他的言论回想着历史的含义 他似乎决心将自己安插为独裁者 他的受欢迎程度正在增长 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乔 拜登 因此重要的是认真对待特朗普 可能是认真的 并且可以逃脱惩罚的可能性 他的崛起有更大的背景 还有其他人与他分享相同的目标 并有更广泛的野心 这篇文章对他的意识形态基础 和在第二个特朗普政府中 可能发生的官僚清洗 提出了担忧 周三的内部报告 庞巴迪的高管们 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薪酬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最近几家公司出现了内幕交易活动 庞巴迪公司的高管保罗 希斯利安和让克里斯托夫 加拉格尔出售了公司股票 希斯利安出售了36001股 价值180万美元 加拉格尔出售了32000股 价值超过150万美元 Decard Systems Group的埃德 加德纳行使了期权 获得了4000股 并以超过249000美元的净利润 出售了这些股票 NextGen Energy的特雷福 第二行使了期权 获得了20万股 并以超过130万美元的净利润 出售了这些股票 Weed in Precious Meadows海瑟姆 霍达利购买了1万股 花费了65万美元 而上塔尔 哥斯林出售了4235股 获得了超过27.2万美元的利润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奥卡内根地区 新移民家庭的孩子们通过免费的装备和课程学习打冰球 加拿大CBC 加拿大慈善组织HockeySeal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奥卡内根的Mission Hill小学 为新移民学生推出了为期16周的溜冰和驱棍球项目 HockeySeal的创始人 Mosin Hashem于2015年创办了这个慈善机构 并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沃泰华和汉密尔顿推出了类似项目 Hassan表示 这个慈善机构的成立是为了帮助新移民儿童打破参与驱棍球的障碍 他自己亲身体会到驱棍球在促进青少年社会融入方面的重要性 这个冬天可以尝试的三种令人愉快的奶油利口酒 加拿大环球邮报 冬季是奶油利口酒的旺季 这得益于百利甜酒的成功推广 许多酿酒厂都推出了自己的威士忌奶油利口酒 口味上加入了咖啡、水果、草药、坚果和香料等成分 不同品牌的口味、甜度和酒精含量各不相同 虽然不需要冷藏 但奶油利口酒最好冷冻后享用 加拿大生产了几种奶油利口酒 还加入了枫糖浆、黄油馅饼和纳奈墨酒等当地风味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首先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他们的住房改革方案被认为是其他地区的典范 这将在未来五年内建造21万6千套新房 并降低房价约9%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 其他地区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 接下来是关于投资者的消息 2024年可能会是一个投资者一生一次的机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 2023年将是一个投机的一年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要理性投资 不要盲目跟风 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进行选择 还有一则关于葡萄酒的新闻 作者推荐了九种价格实惠且易于找到的葡萄酒 适合各种场合和口味 这对于爱好葡萄酒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仅口味好 而且价格实惠 我们还看到加拿大东部地区的风暴 造成了大约五万五千人断电 预计恢复宫殿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希望受影响的人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在国际新闻中 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 阿布拉莫为奇未能成功挑战欧盟 对他的制裁 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坚决立场 希望这种制裁能够促使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中国地震幸存者正在忍受严寒的天气 同时悼念逝者 这是一场灾难 我们要向受灾地区的人们表示慰问和支持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在经济方面 英国11月的通胀率降至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这可能会促使英国央行在明年初降息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也需要密切关注通胀的变化 最后我们还看到联邦快递的股价下跌 这是由于宏观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和需求下降所造成的 这提醒我们要关注市场的变化 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这些新闻中有些是好消息 有些是不那么好的消息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 面对挑战 同时也要理性对待投资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